接著我們由李退之議員做市政總實訊 時間50分鐘 李議員請 謝謝議長 謝謝主席 市長還有我們所有的市府團隊 今天來跟各位從小到青年到老有所中 我們都來好好做一個完整的市政上面的探討 首先我想要瞭解一下 目前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一位市長說的 一個吃飯紅茶堂 對於整個勞工的就業 勞工的就業其實是非常非常用心 包含整個就業的促成 就業的媒合 甚至包含整個我們勞工職場的環境 都付出了很多很多關注付出的這樣的一個作為 那可是當這些正有生產力的這些勞工 少年朋友 年輕的夫妻這些 這些正在拚經濟 吃頭路拚經濟的時候 什麼人來幫他們顧後頭呢 我們來看整個台南市在員工人數100以上的這些企業 工廠大概超過500家以上 那各個 現在我們整個台南市政府每一個局處 其實也都是個獨立機關嘛 那 反正你們的員工裡面 不管工保或勞保的 加起來超過100人的局處請舉手 超過100人的 不只公務人員 包含老闆在內 只有少數的幾個府內沒有 情況下 所以 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依照法令 依照法令 只要超過100人以上的企業 雇主 機關 都必須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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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這個 遼備一格的這個普吉乳士 包含這個托兒 育兒的這個措施或設施 都依法必須要設置 那我們先看下一張 在其他的五都裡面 在其他的五都裡面 其實大家比較熟悉的是普吉乳士 這個大家都應該 幾乎這個 我們現在每一個 包含我們議會 包含每一個這樣的一個企業 包含每一個甚至百貨公司 都已經有設置 這是應該沒有問題 是好到賣的問題 老白說 這個部分 我也見請市長未來 當然這個說不定中小企業老闆一聽大概又 不過百人以上也不算 也不怎麼算中小企業了 我們的這個普吉乳士 其實是應該定一個標準 比如說最低的標準 要該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熱水啦等等的 這些盥洗設備等等 我覺得那個 我好像是用這個茶棒頂頂的 我就是這個五星級的 這個落差太大了 比較大的問題在於哪裡 比較大的問題在於托兒設施或措施 其他幾個台北市 他們也有訂 托兒設施 新建完成並登記立案者 可以補助 那每年最高 每年喔 新台幣十萬元 那托兒措施 就是不是措施 可能請人 他創什麼 就是五萬 遼備一格 總是有 新北市 是要看你的大小 高雄 也有 他是看趴數 那台中市現在是用獎勵金的方式來辦 一到六萬不等 我們再看下一張 麻煩下一張 這些都是其他的六都 都已經有 有措施 當然是有法令的依據啊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都有訂定這樣的規定 不管是叫做辦理普及組事與托兒設施或經費 或者是這個台中市 獎勵事業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 有法令也有預算 只有台南市沒有耶 只有台南市沒有耶 我不曉得說這個到底 如果是我們自己 台南市政府所屬的 因為這裡面在法令的裡面是有規定啦 你如果沒有制設的話 你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委託人家辦理啊 那到底 這個在整個大台南 到底誰要來訂這個咧 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市長市府團隊 這應該是哪一個機關要來主辦 這個應該牽涉到社會局跟衛生局吧 市長請坐 這個剛剛李議員指教這些我們會來推動 我覺得也滿有意義的 對這個城市應該是有幫助 沒有錯 謝謝 請市長請坐 這個說真的 因為我自己最近這幾年也是非常有體驗 我們家三個小孩 因為 爸爸媽媽都在外面打招 都有跟我去跑通過 跑通過 跑洗眼影就算了 告別是我下去行李 那個小孩又在車上去打招 這個 雖然這個 我們這個當然是比較特利一點 不過我相信 很多很多夫妻雙方 都在上班的 這些年輕人阿嬤 絕對是都有同樣的體驗 你 兩個都在上班的時候 到底 孩子要什麼人家 我們 雖然都有 紅包 生幾個補助多少 不過那真的撩背一個 幾包尿布 幾罐奶粉就不去了 所以要跟市長 是 那個李遠我再跟你補充一下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 衛生局跟社會局 有負責部分的事情以外 主要負責的單位是勞工局 勞工局也已經訂定有 補給乳室跟幼兒設施 設置標準及補助辦法 好比說 補給乳室最高補助新台幣2萬元 那幼兒設施新興建完成者 最高補助新台幣2百萬元 以設置者改善或更新 每年最高補助新台幣50萬元 那如果提供受僱者子女 送托於托兒所服務機構之托兒津貼 每年最高補助新台幣60萬元等 這部分我們會將資料提供給李議員參考 好 謝謝市長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切身的需要 這個大概是0到6歲這一段 可能是最需要的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社會局 其實在我們永華市政中心上班的公文是很幸福的 因為隔壁就是幼兒園跟這個我們市府自辦的這個托兒設施 真的是讓大家公務人員在這裡上班都沒有後顧之憂 但是廣大的勞工朋友 在整個大台南來講 是非常需要這樣的協助 非常需要這樣的協助 那回頭我們來看看我們之前的前面的人口數 往前看 我們0到6歲在台南有10萬又有6887人 7到12歲有9萬4千多人 也就是說0到12歲的人口數總共有20多萬的這些小朋友 那相對應上去 我們大概差不多如果落在30到49歲的勞工朋友來講的話 就有39萬5千 那所以這樣加起來也許就是三四十萬個家庭 所以如果能夠把這個部分做好的話 我相信說 顧好了20萬個小朋友 就是可以造福20萬個家庭 造福20萬個家庭 我相信可以減少很多很多這些父母的這些思考 跟這個後顧之憂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是我們目前這個國小的這個 我們這個學童的總數 學童的總數大概是8萬多人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問題在於說 最近 市長也感謝市長說 把我們增加的這些財源 我們來把這個幼教卷 教保卷的部分 1萬變3萬 那這個過去的預算來講 大概從2億 準備提升到7億 那這裡面我們可以回頭來看 我們往前看一下 剛剛這個數字裡面 我們這個回頭 裡面的我們拿得到的這些幼教 我們回頭看看幼兒圈那邊 下一張 對 我們過去往年來講 大概都是2萬個這樣的一個 在幼兒園時段的這個孩子 得到的這樣的一個受惠 那過去每一年大概是2億的經費 2億的經費 那我們增加財源之後 我們要從1萬變到3萬 那因為明年又大概遇到龍年 遇到龍年 所以這個明年大概準備要花的 預算編了大概7億左右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過去1萬的這個教保卷 其實在整個使用上來講 當然是不夠啊 當然是不夠 因為我們的公佑 一年下來的學期的這個註冊費 絕對超過也都超過這個數字 那私幼更不用講 這個私立的幼兒園 我們的註冊費 加上這個每個月的月費 其實大概比念大學還貴 比念大學還貴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缺失 就是說 當我們把教保卷 從1萬變成3萬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公佑是用不到那麼多的 用不到那麼多的 局長 我們現在這個教保卷的部分 其實公佑其實是免學費的嘛 是 公佑免學費 公佑免學費 那我們如果說需要 從教保卷這邊來補助公佑的這個開銷 給家長看得到的部分 大概是補助多少錢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教保卷的部分 其實是補助私幼的部分 因為公佑已經免學費了 他另外所繳的其實就是 像餐費 這些所謂的月費的部分 沒錯 所以我們這邊是把2到4歲的 讀私幼的這些小孩子 讓他們原來從一年的1萬提升到3萬 也是呼應剛才議員您所提到 就是說很多年輕的父母親 他們在打拚 這就是一個整個資源配置的 這樣的一個思考邏輯的一個 政策選擇的問題 這邊要跟局長跟市長這邊做一個探討 就是說 當我們其實 蔡英文總統也看到這一塊的問題 所以從明年開始 就是我們在推公佑要徵班 要新設這個公佑 或者說公佑徵班 這兩個選項 跟議員報告就是 公佑的 就是幼兒的公共化這個部分 在一部現在的規劃 除了公佑的徵班之外 其實它是主要的目的 是要走所謂的非營利幼兒園的部分 沒有錯 可是我們其實全台南 全台南 目前看得到的 所謂的財團法人 或非營利機構辦的幼兒園 真正的也才一兩家 對我們現在非營利幼兒園有三家 對 那其實 當非營利機構 它要來辦一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號稱是公共化的幼兒園的時候 其實 它的收費 所以 比起其他的 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 私利的幼兒園來講 嚴格講起來 差沒有太多 是 這也是我們在推這個 非營利幼兒園裡面 其實碰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說它原則上還是用私幼的這個收費 沒有錯 只是說有部分的政府的補助 所以就真正經濟上 比較弱勢 或者 當在打拼的這些少年人 來講 真正需要的 其實是真正公立的幼兒園 或者說我們現在 附設在 各個小學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公立幼兒園 或者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托兒的幼兒班 所以 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資源配置的選擇呢 因為 私幼 確實我們有很多地方 公佑沒有設到 是有一些地方是要靠私幼來彌補 可是我們看到大部分 更多數的狀況來說 其實 會選擇私幼的大概兩大原因 第一個 公佑擠不進去 公佑的容量太少 它沒有辦法進入到公立幼兒園裡面 第二個 就是 其實它要選擇的是說 我想要讓孩子得到更好的待遇 我可能想要讓他上雙語 也許這對父母 想要讓他去什麼 蒙特索利 這對父母想要讓他體驗 最自然快樂學習的成長方式 所以 有這麼多 額外的選項 使得 從註冊費 從五千 六千 八千到一萬二 光註冊費 對喔 月費每個月一萬的 大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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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家長 跟包含甚至 孩子們的這個 自己受教的選擇權 這是受教的選擇權 他希望給他比較好的待遇 所以 他選擇了更高的付費 去得到不同的教育方式 但是呢 就 本席的看法來講說 政府要提供的是什麼 是給 所有的 所有的人民 都至少有一個 騎頭式的 騎馬的 一個 同樣的 照顧孩子的 這樣的一個措施啊 所以當我們 從 教保券從一萬變三萬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公佑的孩子 在公佑的孩子跟家庭 是享受不到這樣的美意的 享受不到這樣的美意的 是 跟議員報告就說 因為公佑本身就免學費了 沒有錯 所以我們才沒有說 在 將這個教保券這個部分呢 在 同時也 挹注到 公佑的這個部分 因為 就誠如剛才議員您所說的 公司用它本來在收費上 就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 用意就是希望說 來縮短這個差距 然後照顧到更多 這個 要就學的 這些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把這個 從小 0到6歲 一直往上看 教保券 我們從2億 變成7億的時候 大概有2萬個孩子 可以得到這樣的 對 有2萬2千多位 然後 但是 公佑的部分 因為本來就在教育體系裡面嘛 所以他可能比較 沒有體會到這樣的美意 那剛才本席特別強調的就是說 雇主要設置 托兒的設施跟措施 這樣的一個補助的辦法 這個 如果能夠普遍的去推 普遍的去推 大概 在那個階段 也有 大概總共有20萬個家庭 因為這個 統統有20萬個孩子 可以得到這樣的好處 那本席在這邊 特別要跟市長 跟教育局長這邊 來探討就是說 本席其實從 從 從 當年在選西營市長 一直到第一屆的議員 一直到現在 都持續的希望能夠 考慮說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 甚至包含中央級的民意代表 說要發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兒童或青少年的津貼嘛 是不是 那可是 本席認為說 真正可以幫助到孩子跟家庭 其實是大概 中低年級的安親津貼 中低年級的安親津貼 其實大概一到四年級 高年級大概 自己可以上下學 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甚至自己都會去找地方寫功課 跟同學一起玩 可是中低年級的孩子 現在普遍的來講 半天 十二點半下課之後 或者最多 下午三點下課之後 不算是空氣嗎 居然他們都去哪裡了 一般來講 我們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學校裡面 幼兒園跟國小 都有所謂的課後照顧班 那如果沒有留在 學校課後照顧班的 當然有一部分可能就到 坊間的這個安親班 或者是回家阿公阿嬤照顧這樣 其實 大概每一所有辦 這個課後照顧的 可能都一兩班 一兩班 那對於真正需要的這些 家庭來講是遠遠不足的 那所以本席在這邊 有一個構想 請市長跟局長這邊 好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仔細來算 仔細來算 我們中低年級的孩子 大概有五萬六千個 也就是一到四年級 一到四年級 那我們一年裡面 我們一年裡面 上學的時間 大概是九個月 大概是九個月 對 那寒假一個月 暑假兩個月 在這個九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們五萬六千個孩子 如果一到四年級 每個月可以有 一千塊的安親津貼 當然錢比較多 就變比較多 那而且我們希望 他能夠去到合法的 其實跟教保券的做法差不多 就是希望他能夠去到合法的 不管是這個誘託機構 或者是這個合法立案的安親班 然後去支援這個安親的津貼 讓剛剛講的 勞工零到六歲的部分 他的孩子如果是零到六歲的 有這個教保券可以幫忙他 有僱主設置的 或者是協同的托兒育兒設施可以幫忙他 但是到一到四年級 孩子們還不能真的自立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讓他有一個合法的地方可以去 因為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 安親班 安親班的良又不齊 甚至一輛箱行車幾個二三十個孩子 這樣的新聞我想局長也常常看到 而且出事情的也很多 問題是這個部分 到底有多少資源去協助他導證 有多少資源讓他 讓所有的家長 甚至包含學校的老師 可以知道說他確實是合法立案的一個機構 不過我想這個是需要資源去導證他的 是 謝謝議員的指導 有關於這個國小安親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還是從兩個部分來著手 就是學校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加強 因為其實也有部分的學校反映說 孩子比較不願意留在學校 比較希望去坊間的這個安親班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努力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教育選擇權的問題 現在不只說家長都要選 孩子們自己都有自我意識 他都會想選 有的他覺得說 我在學校可能就只有學校的同學 結果他去到安親班 三四個附近學校的孩子都聚在一起 他反而又交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類似教寶券 向上延伸的一個安親津貼 嚴格算起來 我這樣算一塊一千塊變九塊一年大概也就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 那兩千塊也是一億多而已 一億多而已 所以可以刻入看看 這個我們會再來仔細來評估一下 因為有的去安親班他還有學才藝的這個部分 才藝那你們別論 那另外就是剛才議員您提到說 安親班的這個合法化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在稽查輔導的重點 因為有一些他可能是用補習班的名義 問題就來了 所以啊 我們講很實在話 今天 你光是去嚴打 嚴格的稽查 去查核 他到底是合法 或者他標準怎麼樣 可是話說回來 政策通常就是這樣子啊 有棒子也要有胡蘿蔔嘛 對不對 你有一個合法的資源 可以去協助他們 讓他有朝向你政府誘導的方向去走 該有的標準 該有的措施去做到 你就可以有資格去拿到這一塊補助 我想這個就跟教保券的意義是一樣的 如果說這個向上延伸的這個教保券 那我在這邊先姑且稱為安親津貼 希望局長可以慎重的考慮一下 這個我們再來整體評估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 從小的到中的 如果 像秦鳥說的 吃飯飯粒大 勞工要吃頭髮的時候 什麼人來幫他們顧好頭 就是在整個大台南的這個雇主 包含我們政府機關 設置托額設施跟措施的這些補助辦法 跟預算要確實的到位 那另外中低年級的這個孩子們 請市長跟局長慎重的考慮看看 來我們來試試看 能不能規劃這個教保券向上延伸的 這樣的一個安親津貼 麻煩局長請規劃看看 請坐 我們接著看這個產業的問題 到底 最近這個台南跟 局長你怎麼這麼主動就站起來 都要不要再問你 高雄跟台東 因為台東的焚化爐沒有辦法啟用 所以要請高雄代燒 結果 高雄市政府算盤也打得很驚 也打得很驚 說 欸台東啊 台東欸 我幫你燒一棟本舌 你要幫我運1.2噸的底渣 回去幫你鋪路 其實 如果不明就裡的人 乍看之下 現在 市長大概也都常常看到 只要看到一個渣字 只要看到一個渣字 就會想到說 哎唷 黑漢市又要去讀稻田 又要去讀餘溫的 那些什麼渣什麼渣 那當然底渣跟這些灰渣 是不一樣的嘛 是不是局長 未來 我們到底 台南會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先看一下下一張這個數據 大概算一下 交換一下意見 用104年來算 台南市的廢棄物 總量大概172萬噸 一般廢棄物有42萬噸 其中燒掉了40萬噸 2萬噸 進了也埋場 那事業廢棄物呢 事業廢棄物總共有130萬噸 其中可以再利用的 去了85萬噸 燒掉了30萬噸 其他 其他 這其他就很懸 其他有15萬噸 可是呢 那本市焚化爐的處理能量 理想上嘛 理想上 大概 1800 兩座爐子都正常完美的運用 30天 乘以11個月 一個月要稅休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一年我們台南市的焚化爐的處理量 本息這個 乘一乘 59萬4千噸 光是焚化爐的能量 對照上面這個數字 相減 至少就少了 差了10萬噸以上 差了10萬噸以上 所以我們有很多 這些中華企業的老闆啊 幹嘛的 如果沒有去幫你拜託 如果沒有就找我們拜託 拜託不了 就說 你們老闆公三去燒啦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 有很多的 失業廢棄物其他東西 還到其他的縣市嘛 問題來了 之前 你們再三的保證說 台南市不會有垃圾大戰 可是我們用很簡單的 加減法算算看喔 塵溪演埋廠 你們說這個 尊重環保團體嘛 所以後面新開發的不做了嘛 那要把它活化嘛 把以前舊的 已經埋下去的 再挖出來 更加抬抬了 然後可以燒的再拿去燒 然後不能燒的 如果是土 當然就土歸土嘛 如果可以 如果真的要再去掩埋的 當然就再埋啦 那 當它106年開始活化的時候 它會增加多少的垃圾量 要來燒燒 要去掩埋 這個 目前 還沒有明確的答案嘛 陳希芬化爐 109年 研議工程的時候 它 一年下來 至少 因為它有兩口爐子嘛 你們希望 至少保持一爐的運作嘛 那 一年下來 至少會減少 15萬噸以上的焚化量 這樣子 一進一出 一進一出 我們 陳希野買廠 開始會增加焚化量 增加垃圾量要處理 陳希芬化爐到109年 要開始研議工程了 又要減少15萬噸 那到109年 很快呢 六七八九 三四年而已呢 那 這樣子的 我們本來就不足的能量 你怎麼能說 我們絕對不會有垃圾大戰呢 希望你會把這個簡單的加減法 跟本期 這個分享一下 好 然後去施作 那當然整個過程裡面 市府是非常的關心 也經常的開會 那您這個數據裡面 基本上是很正確 謝謝議員的這個收集的很細心 那其中有一個還是要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 兩座900 但是事實上 陳希因為已經老舊了 他 熱質的關係 他只能燒到650 所以其實 還要更少 還不到59萬 還不到59萬 還更少 對 所以還要更小心 台南市 就成如您講的 台南市如果把一般市民的生活垃圾 再加失業費器物處理 台南市的魂化爐是無法處理的 能量不足的 能量不足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所以台南市在垃圾處理上 要更加的多元 譬如說 市府自己 我們規劃我們自己的方式 那是不是民間也要有一些量能要出來 譬如說掩埋廠之類的 才能夠真正完全 解決台南市的這個所謂的 生活垃圾跟事業 事業所產生的可燃性廢棄物 那當然這個 在目前現況下 因為這是事實 所以 台南跟高雄跟嘉義 是採合作的模式 所以也是接受這樣的一個 但是基本上前提是可燃性的 其實它也是垃圾 它只是由事業產生出來的垃圾 那另外就是 整個運作的規模 我們就是必須要先要規劃一個 109年 晨熙魂化爐 將來我如果重新招標 我希望要更新 而且環保署也有這樣的規劃要研議 所以呢 將近半年的時間 晨熙是不能燃燒的 所以我們要有足夠的空間 去堆製這半年所晨熙的垃圾 你是說晨熙可能至少有半年 是完全兩口爐子都不用 我是用這樣算比較簡單 所以估計來講大概是在10萬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三期活化 就是在為這樣的一個 未雨綢繆的工作在規劃 就是我現在做出來的三期 新的出來的一個再利用的一個空間 就是要來做這個109年 如果我規劃利用環保署的補助費用 我來做這個研議更新的話 我是有去處的 那這個也是我們環保局 一心一意在規劃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再跟議員補充報告 這一座的所謂的再利用不是萬能丹 它還要配合很多的條件 譬如說我們的市民 要強調垃圾減量 一定要加強資源回收 我們的事業廢棄物 也要能夠減量事業廢棄物 那這種東西呢 嚴格講起來其實局長 我們還有很多隱藏的東西 就像那天審水利局的預算審到 大家為了他們的汙泥餅堆在你們那邊 沒錯 這個我還沒有靠你進來 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想出要該怎麼辦 沒錯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隱藏的可能的未爆彈 所以如果說 最近多元這兩個是比較敏感 所以至少台南市政府包含整個台南 不管你剛才講的公民 嚴格講起來 從現在開始到109年之間 最好是有更多的替代方案 能夠出來 來協助整個我們一般家庭 跟包含事業的廢棄物 這樣才能夠確保 台南的垃圾大戰不會發生 就是事業這一塊 另外我希望能夠 能夠有一些更多元的替代方案 事業這一塊 民眾由台南市來負責 我們像雲林的狀況是怎麼樣 雲林現在也是焚化爐也是 是完全沒有 沒有在上 所以他也是要拜託其他的縣市幫他 沒錯 這也就是為什麼環保署想要透過研議計畫 去插股 去插股各縣市的焚化爐 他希望中央能夠調度的量 對不對 那今天 我們今天如果 我們不能單純靠說 環保署要給我們錢 那我們這個研議的時候 我們把爐子做得更好或怎樣 其實都是讓他回復到原來的理想而已 原來設計的容量而已 就是因為 總是有一個壽命 那再燒下去 我們擔心他有太多的風險 所以 並沒有增加他的量能 其實我們現在從如同市長說的 很多市長該做決定 或者市長該推的事情 包含市政中心等等 市長是絕對勇於承擔的 不會等到下一任市長或什麼的 再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明顯的看到 現在105年底了 我們如果現在不去做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為 我們到109年 確實是會面臨這些更大的危機 可能垃圾大戰的危機是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邊坦白講方局長 很多都是你們集合上的性格 你們招商 各個工業區招商百分百 你們的這些事業廢棄物的產業鏈 要把他們幫他們最清楚 不然這些這些 可以行善 結果這些都不能放 很可憐 很可憐 那什麼東西 這在家裡很痛苦 這真的是要考慮一下 就好你請坐 下一個我們就來看柳柯這個問題 柳柯的這個ROT到底何去何從 我們看下一張 從這個104年 105年 到現在 已經公告招商 公告招商 公告招商 都沒有人要來 都沒有人要來 方局長 這到底 沒辦法照相表不出 原因在哪裡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本來工業區的官吏 不要說我們自己的工業區 包括經濟部手管的工業區 他的收入跟租出本來就是不平衡 所以譬如我們在台南市的 屬於經濟部手管的工業區 其實他每年都要虧一兩千萬 就是說他收入跟其實是不夠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希望說 因為我們有素股跟永康科的經驗 我們是希望說如果柳柯 也能夠OT出去 ROT出去的話 那其實對於政府的負擔 就會減輕 所以我們是朝陽的方向去努力 對啊 所以你們的這個ROT的案子 我覺得設計得不錯啊 你們裡面 因為他們本身的收入沒辦法 所以你們又設計了一個財源嘛 設計了設計一個地方 可以收入來補整個管理工業區的基礎嘛 這很好啊 問題是你們這個創的條件 設計一定有問題嘛 哪有可能這樣做上三四次就沒辦法 沒辦法標出去呢 當然就是說 剛才我們提供一塊環保用力 讓它可以做那個所謂環保的處理 讓它能夠增加收入 那另外就是說目前柳柯的 這個污水處理廠的量 其實目前那個水量還是少 所以就是說它水量就基本上 照說就說 沒有 局長 我跟您說 我做參考啦 是 台北說那水量不可能增加啦 不是說有可能的增加 這個也是你們鼓勵的啊 未來那個榮缸 它正是有一個量產 它的水量會增加 當然 可是其實包含榮缸自己都在講嘛 是 你們現在鼓勵的就是他們能夠希望 他們水全部是完全循環嘛 是 對不對 他們拿多少水來用 盡量 要燒的 要慶愛的 要創什麼的 整個都能夠收集起來 再循環再利用嘛 所以這個工業的廢水 本來你們的鼓勵的方向 就是希望它們減少排出嘛 所以這個嚴格講起來 這個整個工業區的這個廢水處理廠 會有劇烈的增量喔 當然這個增量我們也不希望看到 但是 更願望說 它的量可以稍微比較多的 可以多收一點處理費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其實如果說它達到一個 比如說三千 將近四千CMD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稍微可以賺錢 所以這個額文 還有一些廠商還沒有進駐啦 我想這個要達到這個量 應該還是有一段的時間啦 不過就是說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希望說我們整個柳科 現在基本上土地都已經賣出去了 但是我們希望它的管理跟它整個營運 這個可以更上軌道 當然是這樣子 那當然是如果說它能夠ROT的話 那當然是會減輕我們的負擔 那如果目前還沒有ROT 其實是我們建花級在管理 那我們這個管理的部分 我們也會把它做好 好 所以 局長 你就要了解 你就要了解 你這個一年一整年下來 而且你們之前 更之前做的這個可行性評估 你們都去探討做什麼 一直到現在大概兩年的時間了 一直沒有辦法順利招商 這裡面絕對有你們的問題啦 那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也是說 針對我們目前招商的條件 我們在檢討 就是說那另外有沒有說 有一些潛在的廠商 我們也在了解 那其實這個部分 如果還是有廠商有議員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再來 後面才再來公告 那應該是還會再努力的 所以你們好去檢討 把你們的招商條件 到底為什麼沒辦法順利招商 順利又檢討一下 其實每一次公告都有檢討啦 可能是說還沒有達到那個 比較認真去聽這些唱歌的聲音啦 好 如果這樣一個顧問公司 跟你們那種驚討頂的 那一個衝衝在基杉的打招商 兩個沒辦法 match 當然是沒辦法做商 其實就是說我們也非常小心 是說將來引進的那個環保處理的設施 也不要說因為產生環境污染的問題 這個是你們技術規範 要怎麼把它嚴格管理嘛對不對 OK 好 好 請坐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這個一指公文多少欣賞 這當然是我們最最最看的 我們再看下一段 下一張 我想這是全國都會這樣 全國都會這樣 在我們這個龍鷹比較山邊的地方 這整條桂 在這個跟市長報告 這一整條裡面 藍線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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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前面那個一指公文 民國81年左右 一整條公文下來 整個就是化作行水取水利用地 行水取水利用地 結果我想這個 可能在議長的這個選戶裡面也有 人那個 可能在那裡 競責已經三台以上的 日本政府 國民政府來 結果全放放下去 放放下去之後 限制下去之後 不對 三款都是這些農民的 三款都是這些農民的 八十年 八十一年 劃下去變行水取水利用地之後 這些農地全都沒有價錢 沒辦法去貸款 也沒辦法高額 因為完全沒有市場價值 勉勉強強出一個所有權證明 遇到紅胎 災損的時候 還勉勉強強可以領一些補助 問題是 王教掌 你自己自動站起來 這這樣會有效力嗎 你畫了二十多年 以目前的 畫了二十多年 也沒有真的去做佈花 一張公文就把他們整個財產的管理 就把他們失去了 所以目前來看不是很合理 這是八十一年的時候 依照當時的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 就是說 那兩條 南線之間的 所謂的水利法發射的行水區域 河川區域內 都要把它變更為水利用地 當時是依照規定畫下去的 而且還要辦徵收喔 他有說喔 公文裡面又說 要試財力什麼要辦理徵收喔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後面這些事情 沒有 對 但是 那這樣對 這樣可能 管理機關 水利機關 可能有一些問題啦 對 呵呵呵 這個 這個 河川區 我來講 照水利法的規定 政府主管機關 要適時去檢討 對不對 要適時去檢討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這個這個 確實 治水防洪 不需要啊 就要解編嘛 對 一個 現在都 跑到你們末端地震局去了 說 那個 你們自己要變金 你們來申請 每一個地下 看你們要併怎麼 三千五千萬二 還要叫農民一個地號 要叫自己還要繳一筆規費 這樣對 我覺得這個不是 不是一個政府機關 我不確定這到底 這到底中央跟地方 我想各有權責啦 問題是 對著農民的管理 這樣子直接限制了幾十年 也沒有做水利的建設 就把人家土地翻到沒辦法去 我覺得這是政府主動要來解決的事情 有兩條路啦 第一條路就是說 我們跟河川區或是說水利署那邊 看河川區需不需要這麼大 因為其實那是畫得蠻寬的 畫得蠻寬的 畫太寬了啦 解除河川區之後水利用地 我們自然自己會解決啦 是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依照水利法 八十三條之一就是說 農民 可以來申請 變更為說 適當的用地別啦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那個畫色的水利地沒有解除之前 農民可以自行來申請 申請說適當用地別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可能會有歸費的問題 會有歸費的問題 這個部分 歸費這個問題是不是說 我們來研究看看 看有沒有錢 我在這裡拜託就是說 市長我想你大概了解了 水利機關跟地震機關 你們要依據水利法 你們主動要去檢討 治水水利用地 我們真的需要這麼看 然後定時檢討之後 那可以就行給人啊 那本來就是人的啦 本來就是人的 不要再叫人家交個 每一筆地號交個三千五千 這樣不對啦 第一個是河川區的部分 我跟水利 好拜託姐 我們來適當檢討好不好 請坐 謝謝 我們繼續看 請問你認識這位是誰嗎 江鴻傑 請問你真的 最近取得日本那位國手那一位 服緣愛 我們繼續看 這個我們南宇宗的優秀學弟 這個 市長一路就看到了 唯一一中 然後繼續看這個帥哥 我們 這樣就真的會到 不怪會讓人拍我們愛獎 愛獎 最近我們所有的這個 日本朋友來 都非常注意這件事情 我本來想說 雄雄那個萬一賴市長 答不出來 我猜八成 陳忠諺一定答得出來 那 這個東西 都在問說 我們 我們愛獎跟你們這個江先生 選擇落腳台南 買家在台南 市長你怎麼知道要在哪裡 英空 選擇台南 選擇台南這個 在哪裡我們就先不要說了 從 好幾年前 我的門櫃 當然那時候不是陳局長 看到這樣的啟發 我們是可能 要邀請服原愛入籍台南 可能更困難 可能更困難 可是 我們2020的東京奧運 我們2020的東京奧運 到底有什麼價位 我想這個 要拜託局長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從大概四五年前 我們第一次知道說 這個 這個 確定2020在東京的時候 就請台南市政府 提出計畫 我看 現在恐怕 也許陳局長的一對千金 我說那個 民政局陳局長的一對千金 或許有機會參加提操項目 對 陳局長是這麼說 他說一定有多排的希望 這樣齁 這樣不就要拜一個培訓計畫 不然 再不然我們也要 重金 跟服原愛邀請入籍台南 對不對 那好歹我們也多一個選手 是吧 那今天 本席關係這麼多年 到現在 沒看到一個具體的計畫 這個 其實 包含 招商 包含建設 包含觀光旅遊 包含教育 現在 我們跟日本的關係 大概是前所未有歷史最高了 歷史最高了 所以 就算 我們安排選手要去比賽 OK 另外我們雙向的教育交流 孩子們 我們 說明天 溫布敦大家都看過 就算不能上去比溫布敦 在溫布敦旁邊檢求的那些小孩子 那些青年人 也可以學到很多 也可以學到很多 所以包含這些雙向的 我們孩子們的交流 選手們的交流 我覺得這可以趕快去談 趕快去談 好 謝謝議員 我想這個我分兩部分來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雖然我們計畫不稱為2020東京奧運的一個 這個計畫 我們是稱台南市的優勢運動項目的這個計畫 那其實包括我們這次這個專任教練的零補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要再加強這個基層的實力培訓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剛才議員您提到那個雙向交流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努力 好 請坐 至少 至少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 請這個國防局長好好考慮一下 現在這個扶元愛跟這個我們江峰姐 真的是日本人非常矚目的焦點 我們已經在聯絡 可以邀請他們來當我們的觀光大使 對 非常謝謝議員的建議 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接觸 希望明年能請到 這樣齁 是 真好啦 但是因為還要談 沒想到在今天被揭發 被破梗了是嗎 沒有沒有 非常謝謝議員的建議 OK 好 謝謝 請坐 最近我們這個長照2.0明年準備要上路 可是那天我們跟衛生局長特別探討了 結果 長照2.0其實 從中央到地方現在 我們好像少了什麼環節 好像少了什麼環節 繼續看下去好嗎 我們這個居服員的預算一直在提高 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 那 服務的人次也是小時等等的 也都居高不下 那現在我們居服員的缺口 缺口 其實我們培養了那麼多齁 真的留下來的 真的留下來的 完成培訓的五千多人 結果現在留下來的齁 在線上大概七八百個 七八百個 那這個裡面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繼續看 我們其他的這個六都齁 我們再來看 除了調薪還可以做什麼 這我們爭取到了嘛 已經爭取到了 前一陣子發生了一個不幸的個案 這個居服員下班再去看他的照顧的個案 結果車禍重傷 竟然連勞保都不理賠齁 連勞保都不理賠齁 照服員要如何培養 如何留下來齁 台北市的社會局 有這個留任補助的一個計畫 你如果月薪沒有達三萬的 幫你補到三萬 然後往返的交通齁 也給你補助啊 那另外像台中市 你如果連續就業 連續就業滿三個月的話 另外還有獎金一萬元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補充誘導 我們訓練完了照顧服務員 繼續留在線上服務的問題 其實我們想要跟市長來探討就是說 我們上一次跟衛生局長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麻煩繼續看下一張 繼續 台北市有石頭湯計畫 台中市有拖老一條龍 我們這個整個齁 我們其實是有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大新守護網 大新不來大新啦 大新不來大新啦 我們繼續看齁 我們希望能夠把 希望能夠把這個 把這個整個 跟醫療的部分 跟醫療的部分 能夠把這個橋樑搭起來 我們希望勞工的就業安定 再給一分鐘 謝謝 衛生局的長照資源不足的地方 我們其實整個分區 坦白講 我認為光用行政區去做是 是不太確定不太恰當 應該跟消防局防救災的體系 每次這個 每次老人要後撤 都要拜託消防局 對不對 跟我們的ABC的旗艦店 跟包含教育局的樂林大學 能夠形成一個大新守護網 來照顧我們一個 來提供我們整個台南 這不是只有長照而已 這是自小的 到打拼 要吃頭路 到老 都能夠在這個守護網裡面 得到真正 像市長說的 是一個做夢工作 吃頭路 還可以結婚 養小孩的地方 所以希望我們 這回來打造我們 這個大台南的 這個大新大新的 這個守護網 讓我們大台南的市民 認為讓我們在這裡 真的安居樂業 謝謝市長 謝謝 好 謝謝李推資議員 所作的市政總質詢 我們休息到11點30分 繼續開會